我有一小兄弟叫梁子,梁亲宁 梁亲宁他爷爷是梁树鸣 梁树鸣他爸跳到后海的西海 梁子是我哥们 梁子一张嘴就容易惹事 最早我认识他时候是87年88年 那会儿他是唱歌的摇滚的崔剑的 叫版权律师 崔剑产歌 他不是找人要钱 他是给人钱去 我当时认识是因为崔剑唱了贺靖之的南泥湾 派梁子给贺靖之文化部代部长 给贺靖之送南泥湾的稿费去 然后梁子到处喷 说他们家世代北大 他底下跟我说 他是屁大分小北大分小 所以我敢修理他 在我的几个自媒体上 好多人骂梁子 骂我都给删了 然后梁子跟我说 说让他们骂去 我说他上你们家骂我不管 在我们家骂我兄弟不行 19年的时候 他让我宣传他爷爷 他爷爷是叫那个叫 中国文化书院 那个就是胡德华胡德平他爸 那时候拨了笔经费 在北大建的这么一个研究机构 那里边的院长是纪仙林 以后的院长是谁啊 最后一任我记得是汤一剑 我一直是在那鬼混的 我就说起那天是什么 就说到陈吟客 然后有一兄弟来给我提一件 这人叫阮 这字是念玉吗 我老念错字啊 他说给老鸭纠错 读音陈吟 什么东西 四音雀 我说你呀先回去查完字典 再来我这说 是吧 我还是挺客气的 因为他给我打过赏 要跟我没打过赏 我立刻就拉黑了 这字念客 第一 你去查字典 这字只有一个读音 就是客 谁说念这文 什么东西啊 是吧 错别字我就不念了 第一 中国字的字典 只有这一个读音 念客 第二 客 是千功而拘谨的意思 千功而拘谨是好意思 一个人取名 一定找好意思来 是吧 客 说明这人 千功 拘谨 符合孔子的 曾子的九思 什么叫九思呢 世思明 就看一个东西 得看明白了 听思聪 得听清楚了 色思温 貌思功 脸色得是温和的 相貌看起来是恭敬的 世思明听松 色思温 貌思功 啊 世思静 做事得向尊敬的 啊 言思中 说话得发自内心的 啊 我刚会 一压学语 我爷就教我 九思 是吧 每干一件事 九思 你给你儿子取名 总不会取一坏意思吧 客 的好意思 就是拘谨而千功 嗯 中国人都讲 就拘谨千功 啊 这是第二 第三 啊 你看那个 我一哥们 跟老宋哥住一院 嗯 叫雷克生 就是这人 这是 那个 李成如啊 啊 这个演员 就是雷克生 啊 雷克生 他自己跟我说 他叫雷克生 不叫雷切生 是吧 他们 他们 这天是在那个 人民大会 常的一场演出 你看我这 再给你看看雷克生 啊 雷克生 自己说的 我叫雷克生 大家念错别字 叫我雷切生 我不好意思 反对 也就算了 这就是雷克生 我再找找雷克生 雷克生是我邻居嘛 呃 住在 老宋哥他们院 老宋哥住前院 他住后院 嗯 这个视频 就是 我看看 呃 雷克生 上场 这是没脸呢 这段 我叫他照片 我们在上海 吃饭的 嗯 雷克生 完了你说的 这个是 哎 对 这雷克生 他说 侯布林 把他的 段子拿走了 我那同学 现在在 法国 巴黎 新华社 分社的社长 那是 那是领导 跟我 跟我一块位子 一个位子 我们俩说一下 他是斗 我是跑 我忘了谁 我走谁 可能是 我就为了 山东人嘛 为了学 他叫雷克生 他不叫 雷雀生 啊 我已经讲了 三点了 第四点 啊 纪献林 啊 我就不说了 你看我这有 好多纪献林 给我写的字吧 从金字塔 到万里长城 唐诗宗 唐诗宗取经 这给我爷爷写的 佛教图书馆 啊 我跟 纪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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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之前 我是跟他最密切的人 甚至超过他儿子 啊 纪献林 说念 陈寅客 纪献林 是听过陈寅客客的人 在秦华的时候 以后 纪献林 从 德国 回国 是给陈寅客 写了一封信 陈寅客 把这推荐书 给了胡适 胡适给了 北大校长 傅思年 啊 这傅思年 是 辽诚人 是纪献林 的老乡 所以给 纪献林 北大 东语系 一个副教授 啊 然后副教授 大概待了几个月 提升为 郑教授 啊 啊 这是 第五点 第六点 陈寅客 自己在牛津 填的那个 那叫是 图书证上 人家写的是 陈寅客 Doctor 陈寅客 看见没有 KE KE 陈寅客 自己都念陈寅客 现在有好多 这么多人 既不查字典 也不认识纪献林 更不去 研究 这个客 本身的意思 啊 啊 比如说 雷克声 最重要的是 陈寅客 自己都念客 你们自己 他们来 他们一帮人 胡他们喷什么 陈阙 还告我弟几声 胡说八道 不认识 不认识 我认识 好